明星被孤立有多尴尬 王子文和蒋星宋茜出席巴沙活动 王子文很高兴小亲戚宋茜 本来开心的说着话 可一旁的蒋星却推着宋茜走开了 王子文一脸落寞 另无表情的站在一旁 看着都好心酸 周冬雨和徐凯张嘉妮出席活动 出场徐凯就贴着张嘉妮走 合照的时候也是直对着张嘉妮摆拍 一旁的周冬雨被冷在一边 只能自娱自乐的无嘴尬笑 袁冰岩和程毅出席发布会 程毅却一脸冷漠 对着袁冰岩一副很嫌弃的样子 还被队友推着都不愿和袁冰岩站在一起 最后几个大男人挤在一起 只有袁冰岩左右两边都空着缝隙 画面实在太尴尬了 赵丽颖出席颁奖礼 热巴杨幂肖战王一国等顶流都坐在一起 只有赵丽颖单独坐在一边 在台上合照时 赵丽颖虽然站在主位 但杨幂和热巴两人互相换位置 致时之中也没和银宝搭话 银宝只能撩头发来缓解尴尬 八五花四美出席活动 在走秀缓节 杨颖、佟丽娅、刘亦菲三人手牵手 唯有杨幂被孤立 几次想牵手刘亦菲也没成功 刘亦菲甚至也没看一眼 最后杨幂只能尴尬独自行走 胡歌、海青、颜妮出席活动 出场颜妮和胡歌就顺其自然的牵起了手 一旁的海青则是一个人像极了电灯炮 海青急忙在前面赶紧走 不过看着真尴尬